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由2月9号至15号 大家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日子 有兴趣的朋友请将盛名、联络方法 以及可以帮忙的时间 电邮到以下电邮地址 请大家多多支持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合纵遗识 各位晚安 我就是恒生管理学院本土学社的Nikiyo 我是网仔 今天由于陈浩天有点失望 於是就代替主持 我是嘉宾 我只是袋一袋 待会我们做位嘉宾 是谁呢?先曼一下关子 好,我们先谈谈今星期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 DQ的议题都是罵得热烘烘的 虽然很多人士都说 我们有这么多议事在里面坐牢 特别是天琪都为我们在里面坐牢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关心这些 可能已经代表不到我们意见的议会的选举呢 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我觉得始终在议会里面它有一定的能力 议会的讨论是直接影响着我们社会的一个舆论讨论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关注这件事 虽然觉得有点无聊 很无力的,但对不起 这是现实,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说回今早先 陈国强、强哥和刘永康 都相计被选举主任正式DQ了 不可以参加未来的 刘永康就昨晚 不可以参加新界东的补选 提名日期由29日就完结 即是星期一 刘永康和陈国强被选举主任正式DQ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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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前的梁天琦和青年新政的梁仲恒 所以 传媒报道是获得梁仲恒的支持 所以显然是接替和取代他们的 这件事可以看到 如果各位义士 各位年轻人 如果未来还想走议会这条路线 是不是开始要清定Facebook以前的言论 即是香港独立也好 民主自决也好 如果各位年轻人有意去参加未来的选举 区议会也好 未来的换届立法会的选举也好 大家是不是开始要清定一些言论呢 其实第一次去DQ梁天琦的时候 即是2016年的时候 DQ梁天琦之类都相当努力 因为譬如说 梁天琦那份 DQ那份通知 是有成十九页纸那么长的 没有基础的话 就是继续它之前在Facebook 在Page 在不同的传媒访问 甚至一些报道上面 一些发言和一些行为上面 就去明确列出他究竟犯了些什么 所谓的选举条例 或者是 如何违反基本法 之类 之类 就是控制过这个律政司的意见 但是今次的刘永康呢 就 怎样说好呢 比较特别 因为他做的就是说 除了支持香港独立 这件事就肯定是天条来的 就是这个是违反基本法 亦都是 你宣誓的时候 不会真诚信纳你 就是这个奉基本法 为这个 这个 至高无上的 即是 在法律上来说 即是 在法律上来说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他是继承梁天琦 以及梁仲恒的 议席 其实 选举主任 暗示了就是说 刘永康是会 在 即是如果你是参选的话 你是会遵从或者奉行 梁仲恒和梁天琦的路线 而他们的路线 是很明显讲了就是说 香港独立 又或者是 类似本土的主张 而这些主张 是跟这个 基本法相抵触 亦都是 之前 DQ 陈浩天 梁天琦等等的理由 但其实 他说这个 因为 继承梁仲恒和梁天琦 因为梁天琦 那时候被人DQ 这个 我不接受 但我理解他说什么 但梁仲恒 其实他那时候是可以参选的 他被DQ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宣誓不合乎标准 他这样都说的时候 是不是 变相 说回给民众听就是说 我DQ梁仲恒不是因为他宣誓不合乎标准 而是他的政见或者他的一些理念 是跟基本法相違背 最有趣的是 因为其实他说的取代 只不过是取而代之的意思 他未必是说要继承他们的地位 或者继承他们的路线 尤其是选举主任在查询的电邮里 其实是没有问过刘永康的政治立场和聚态 他不会像陈国强那样 有机会去回答选举主任 因为陈国强的例子更疯了 刚刚提到29号就是截止提名日期 选举主任在29号的早上才发电邮 告诉陈国强 查询他一大堆关于他的政见主张的问题 但他是很早就交了他的立场 是吗? 他是很早就交了提名 他之前本来说第一天提名日就已经去报名 后来就因为有律政司或选举主任 有些事情要留难他 他好像要咨询一些法律意见 迟了几天就交了 也是早的 也是早期的 但是问题就是 最后一天才去问陈国强一大堆政见的问题 包括港独的定义是什么 而陈国强已经在他自己的桌上 在选举之前已经再三宣称自己不是本土派 也不支持香港独立 等等等等 叫选举主任在看 他也有一个解释的就是 香港脱离共产党的管治 我有没有记错 应该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这个选举主任就说 不信任他作出的一些政治主张的转变 就因为说 你这些转变都是为了参加选举而去改变 为了说服这个选举主任而说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相当之打面 你要知道就是说 在2016年那一届的DQ 梁天琪就由这个不签 不签过确认书 去到变成之后签过确认书 亦都放弃了香港独立的主张 那你都可以说 他就是临阵去变的时候 你可以说因为是选举考虑才去转变 但是陈国强由上一届的DQ 因为他在新冬也有选 后来就因为DQ 就要退出了 就由这个梁金城和这个邱文敬去选 那今次又来了 今次卷土重来他就说 我放弃了主张 但是选举主任就说 我不信任 因为你为了选举才去改 我心想到奇怪了 那人的主张是不能改变的吗 其实在讨论上一届 就是2016年的DQ的时候 已经想到就是说 人的政治主张可以改变的 我可以支持泛民 忽然间跳过去知义建制 因为可能是 很多这些例子 湯家驊、王承志等等 再早一点 刘光华 刘光华已经是这样 戴槍投敌 不可以的吗 可以的嘛 其实陈国强本身 很久以前也是一个建制派的人物 他曾经也是支持建制的 他自己自称都说 但是他现在 转了之后 原来不可以再转 就是比较匪夷所思 他现在都说明自己是无门无派的了 不结党不成的了 你还是要DQ他 当然大家知道就是说 选举主任的DQ是可以相当荒谬 但是这些状况 已经是超越了所谓法理依据的事情 而是用上一届DQ的理由 自由心证 但是这次就扩大了这个范围 就乱离去做 也都不完全不需要说 你是违反基本法 抵触基本法哪一条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何需要浪费这么多精神 浪费这么多功夫 你要浪费三 就是前后你要浪费三天时间 你才要DQ一个人呢 那当然今次DQ的 还有周庭 周庭也就是这个 港岛区的参选人都被DQ了 那其实这件事呢 有点后续故事的 那昨天就 东区这个区议会 就开会了 那新兼东区民政事务专员的 也是港岛区的那边的选举主任 邓如欣呢 就应该是要出席 东区区议会的会议 但是他没有出席到 但是同时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 都想去咨询他的 包括在东区区议会里面的 泛民派别的议员 但是他们呢 竟然被一班不知道什么人 到现在都不知道 阻挡他们进去开会 那班人是什么人 是保安还是什么人 是未知的 是阻挡他们进去会议里面 那其实根据他们的条例 其实基本上 周庭是可以涉会的 是可以涉会在里面 他有访客证 是可以涉会的 但是 都不允许 那时候呢 只有自由党 啊 啊 糟了 不记得自由党的区议员 叫什么名字 总之自由党的区议员 就去帮忙 就说叫些人开会给他 但是呢 就没有人肯听他的 那时候呢 啊 民建联的这个 这个黄健斌 都是这个 东区区议会 是一个区议会的主席 那就出去 就想着调停一下 那最后呢 就说 如果你是区议员 你就可以进来 如果你不是呢 就不能进来 就是呢 是阻碍了市民去涉会的权利 那其实我不明白 区议会主席 是有这个权利 但是 算了 这个也是一件小事 也过去了 也追究不了 好现实 但是 问题是 为什么周庭又要被TQ 周庭他们提出 就是这个 香港众志提出的是民主自权 可能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是不是在网站上 已经剔除了这个纲领 但是他们的官网是这样的 是的 官网已经剔除了这个纲领 但是都算了 究竟现在去参加选举 是为了些什么呢 就是你参加选举 原来只是为了在一个制度下 在一个框架下做事 原来我想去在一个框架下 争取改变政制 就是在政制上 希望有些改变 我想入这个议会 将我的idea 带入这个主流的政治讨论里面 原来都不行的时候 那现在的人去参选这个区议会 参选立法会也好 究竟是为了些什么呢 就是我已经 议会失效讲了很久了 讲了很久了 那怎么失效呢 现在就是告诉你们 原来的失效就是 我不可以提出任何改变制度的东西 原来只可以提出一些 所谓对他们来说 那些有建设性的东西 那我又不是这样觉得的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半个议员 或者是三两个议员 一个派系 你当是指决派 这样讲 你得少数议员 你又很难推一个 可能是在政制上的改革 亦都不现实 因为你知道你 立法会里面 你肯定数不够票 那但是你说 在文身议题上面 有没有一些可以质讯 进展的空间 都可能是有的 因为宗志他不只是指 一定只要说 政制上面改革要自决 这样的嘛 他还有可能是一些民生 比如说 比如说他有一些 發展 或者是一些 对于土地政策之类的问题上面 他有自己的创建 那 问题就是说 始终 始终 政府針对着一个 針对着一个 主要是政治的主张来打你们的时候 他画了一条 都不是一条很明显的线 因为上次的话 他画一条线就比较清晰一点 就是 港独就 DQ 也不一定是港独 你看到有些是鬼影的嘛 有些是 有些是 可能是要 做其他事情的嘛 就是 主张带有这个分离主义 是吗 可以这么说吗 如果用中国的角度来说 是一个分离主义 但是如果用一个 用一个中性一点的形容 就是 你想要去改变香港的主权状态的话 无论你是龟英也好 你交给联合国托管也好 你交给他自决也好 你是要独立也好 但是上次自决派其实是选道的 就是 那时候是未释法的嘛 人类未释法的嘛 那对于这个自决派呢 仍然是保持着一些模糊的空间的 因为自决也都 其实本身他们说 就是虽然有一个自决 给港人自决权利 但是他们不主张香港独立 说得很清楚的 其实他们 但是这次不行了 这次自从释法之后呢 就告诉他们 你就算要主张香港自决 香港人有权 去透过自决公投去 去决定自己的前途 可能你是 你决定是要 一国一制也好 你是决定是 香港继续一国两制也好 又或者是 你要独立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追求一个更高的自治权利也好 都是不给你 那这个是 当然是可以说 政府的立场是严重了 亦都可以说是 你看到他那条界线上面 是有转移 会再往前了一点 另一方面呢 亦都 有些人说 这是一个世代之争 我又不是觉得相当之是 因为你看到就是 这个 这个问题 他 你看到 虽然被人被DQ的年纪 可能就轻一点 可能20多30岁之类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和世代之争 又有没有很大的关系呢 我又不太看到 因为你看到就是 今次剩下没有被DQ的人 你看到就是 就是说 无论是姚重严也好 范国威也好 或者是欧乐軒也好 那在三区 这三区呢 范国威他是主张所谓的温和本土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本土主张只不过是讲本土 幼善 而是没有 尝试在质 质上面去改变这个 香港的主权地位 就是不会说 香港就要 香港就要 拿回自己的主权 拿回自己的主权 就是他一直都是提倡 我们要管好自己的自权 就是 都是由中国说的 但是只不过 政策制定上 就要香港人優先的意思 比如说医院排队 排床位 学校排学位 或者是公共房屋排位 那些位置 你先给了一些香港人 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 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行的 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不是算很特别的一些主张 那另一方面 你看到姚重严 虽然他是跟香港重致 是会比较近 但是你要细心点 留意他的言辞之间 其实是没有明确地 说他是支持香港自权的 没错 就是说他们会被人摆在一起 比如说 跟刘小丽那些摆在一起 但是他参 就是他参选的政光 因为你知道姚重严之前 参选的是工人组别 他在測量界那些 那些 自权派他会联合一起 有哪几个呢 罗冠聪 刘小丽和朱凯迪 朱凯迪 但是朱凯迪 即使他 朱凯迪就有说自权 包括他在英国的时候 他查梁君彦的时候 BBC也有访问他 他也有说自权 但是姚重严真的没有说这些 他会比较黏着朱凯迪的原因 通常都是说一些 可能是一些规划 承徽 这个叫做可持续发展 新界东北等地方之类 以及中地那些 规划的事情 所以他被归类为自权派 在表面上 在表面上 可能就不算 当然策略上 你可以说他投票的时候 可能是跟着他们一避孔出气 但是在表面上 暂时 而选择主任找不到一个很确实的理由 起码在公开的言辞上面 他没有说过这些 他的面书上面 相当的干净 所以捉不到他的痛脚 至于欧乐坚 很明显就是一个泛民主派出来 即是他脱离民主党之后 民主党很久没有给他机会去选 甚至是之前选港岛的时候 是不是要派一些年轻一点的出来 他上一次立法会选举 是不是选举功能组别 是不是零售的那个界别 没有记彩界 是的 但是很惨的 欧乐坚那时候 五区也是很大力地推 包括超级区议会 抗俊宇也是很大力地推 陶紧申就没得说 摆明是要保抗俊宇的 还要推抗俊宇做票王 但欧乐坚是一个很惨的人 为什么呢 其实民主党是没有什么帮他宣传过的 甚至是怎样呢 他有一个叫做誓司大会的类似 他们一人有个票箱 即是新界东、新界西 九龙东、九龙西、港岛 然后超级区议会 有六个票箱 假扮给一些人投票 投给他们民主党的一些参选人 但是欧乐坚是没有的 欧乐坚是没有的 欧乐坚的票箱是要陪马抗俊宇一起用的 因为他们都是功能组别 所以欧乐坚是这个 今次有得出来选 虽然我认为实识没有赤牙 也不见得陈家佩或者任亮倩 会带到很多威胁给他 加上港岛区就多一些中产 我估计他也是会很容易贏的 先说回刚才DQ 其实看到一个迹象就是 为什么会DQ你呢 就是因为你会赢 所以会DQ你 很简单 那时候第一次参加新界东 保选的时候 天琪又可以参加 但是看到他拿第三 就是知道他在换界选举的时候 再选一定赢到 所以就DQ你 然后 游慧晶和梁终恒出来选 他今次选到了 选到了 但是我宣誓要DQ到你 因为我知道宣誓要DQ到你 DQ到你 但是我知道你也是会选到 如果再派人出去 都是有机会选到的时候 所以今次要DQ刘永康 等等这些东西 还有为什么要DQ的原因就是 每次出来选的时候 都是气势 对整个派系 都是有些增长的 例如梁天琪 初初出来参选的时候 其实没什么 可能很多人都去到选举中期 过了鱼蛋革命之后 才认识到他 然后甚至对整个派系 气势 士气也好 其实是有帮助的时候 所以政府去DQ他们的时候 有很大的政治目的就是打沉你 也想着可以不让你选到 就是这么简单 也不是说很简单 但是这个是背后的一个策略和阴谋 可以看得出来 我也不太同意 不过选举勝算 这件事情 我不太想评论 反而我觉得 他说他那条界是看立场 多看所谓的勝算的问题 因为譬如说欧乐軒 他曾经提过自决格 为什么他好像没有事 就是这个《苹果日报》的承传 都会被DQ 其实基于在这个自决派出现的时候 亦都要因应这个本土派挑战 其实民主党曾经是讨论过 好没有出一份叫做《香港前途决移民》的东西 其实是由比较年轻一点的那一班去主理的 骨幹成员之一都是欧乐軒 但是问题就是说到后来 在他们的中委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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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但如果是拿下一个宽兆的定义来看的话 就算 io要真普选代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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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ա讨讨讨讨讨讨讨议 因为在香港需要拥有真正的普选代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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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ance for�� 你民主如果不是建立一個基於自己的主權上的話 你的民主是沒有意思的 你不可以像加勒尼亞一樣 你如果一要公投的時候 一要公投的前途的時候 突然西班牙就可以四千萬人去決定 加上七百多萬人的命運是怎樣的 當你沒有一個主權的時候 你所有的東西都會受到滯爪 你永遠只會有自治 而是不會有真正的自主 所以如果用風鬆的定義來說 我要真普選也可以是港獨 但是為什麼中共政府是不會把這件事 納入打擊的範圍裡面呢 因為他們需要一些反對派 在DQ事件出現之後 環球時報其實出了一個射評 他就說到就是說 用周庭來做例子 就說清楚給香港的反對派聽 吃飯就不要拉翻桌子 他就告訴你 如果你想吃飯的話 你就不要搞錯個派對 你反對派呢 你就在香港安安分分地 就好像上面的八大民主黨派 就是那些子公黨啊台盟那些 就是做一個 一個叫做安分守己的反對派 不要在這個動搖香港主權上面下功夫 你要反對就反對 你就不要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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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分手機 即是知道位置 我可以這樣DQ人的 你們自己 大家聖聖誠誠 其實環球時報那個社評 已經下了一個很重的警告 在這裏 其實 你看到 就是 泛民主派都很自訂 大家就會 就是 就會 不停滑街 那個 就是他們的所謂反DQ的運動 什麼反DQ神盾那些 那些只不過是一些選舉宣傳 大家不需要那麼上心 我又不是覺得這個所謂DQ效應會相當大的影響 對於那個選情 因為你知道就是說 一來是補選 補選從來那個選舉的投票率都是低的 除了上次新冬補選 就是創紀錄那麼高之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你的 campaign 要怎樣做 譬如說你三區裏面 你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戰線 就是說 當然現在拿了一個 agenda 就是告訴你反DQ 但是你反DQ 反什麼人被DQ呢 你自決派被DQ 那你陳國強、劉詠康呢 還有說到另一位姓馬的牙醫呢 他被DQ了嗎 他都被DQ了 當然啦 大家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看他昨天好像還有去過選舉論壇 對嗎 但是我不見 他宣稱是被DQ了 是在Now報道DQ了 OK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究竟他是怎樣出現 以及為什麼會被DQ 他只不過是一個牙醫 他選過立法會 功能界別 都是這個醫務界 但是 但是 問題就是說 就是用一個 現在用一個標準 就是用自決來畫這條界 總之你不要動搖到那個 仍然是不要動搖到 香港那個 主權的問題 那你 周庭 周庭自決是 就是反DQ 那你其他人呢 嗯 是啊 你陳國強 劉詠康呢 你不要說前面那些了 你就說今次補選好了嗎 那你那些是問納入在內呢 你會不會為他們出聲呢 會不會為他們討回公道呢 然後又討回公道 2016年選完 討到今時今日都沒有討回公道呢 唉 他們到現在還是覺得 本土派的參 就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 不是人來的嘛 陳淑莊也在Facebook說了 周庭是第一個 在香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 這個是公民黨的說法來的 包括梁家健是這樣說的 陳淑莊也是這樣說的 結果被人罵得相當禁 就是你當其他人是死的 就是 我們今天不可以出席的那個 才是第一個 他才是第一個被DQ 他甚至是比天祺更早被DQ 因為 因為這樣的 那個 新增的確認書 大家都收到 同一天收到的 但是呢 收到這個 確認書 簽還是不簽 這個選舉主任 再追加問題 就是梁天琦收到第一個 即是22號 我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 就是 由 由梁天琦開始 引發了這個 會不會DQ的疑鬥 然後呢 再來 距離真正 落刀DQ 就是 陳浩天被DQ 他就是 所謂的DQ第一滴血 而在那個 所謂的反DQ集會 泛民主派 就是 由 人手辦遊行那裡 沒有邀請到任何本土派被DQ 沒有啊 甚至是 梁國雄那時候說的原因 是說 不想把那個 注意力分散了 就是 我幾佩服他 他想到也不是最厲害 他夠膽說出來 他說好東西 然後 人物力量圓明明更厲害 走開啦 走過 走過陳浩天身邊的時候 對著陳浩天說 麻煩謝謝 走開還是麻煩謝謝 是麻煩謝謝 好大鑊的一件事 我們今節時間 是不是都差不多了 應該 我們會下一節先 下一節先 迎接我們的嘉賓追焉 要不然 是 我們會在這陣子裡面 如果可以 去 走開 走開 走開